今天是9月16号 A国库开盘 但是这个市场并不平静 中美两国新一轮的大战开始的 那么这个战场是谁呢 汽车 中美汽车大战 谁是最佳的受益者呢 哪些行业又值得大家特别注意和重视呢 带到这些问题我们就当下的市场做一个解读 讲知情评论区一波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了有点点赞加关注 其实在前面视频上我跟大家讲过 但是很多还是不理解 那么中美之间在这个关键时刻 掀起了汽车大战 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大家听完后心里就清楚 首先我们来说美国 美国是全球的经济金融中心 对不对 另外一个美国的汽车 历史以来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强国 但是随着这些年 欧洲汽车的崛起 以及日本汽车的崛起 美国的汽车产业 感觉也没那么强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的一些汽车品牌的话 在我们国内的销量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在我们国内现在最好的是欧洲型的汽车 和日本的汽车 这就是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美国拿我们的电动车开刀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他已经明白了 他已经清楚了 就说美国在中国的汽车销量 就是他的汽车销量 在中国现在上市场份额并不是很大 所以他并不担心丢掉中国这个市场 也就是说他并不害怕 中国制裁他的汽车产业 汽车工厂 大家明白没有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抛出这个重磅 并不说并不怕 现在怕的是什么 他怕的是我们的中国汽车 进入到美国市场 蚕食他的市场份额 我看了一下数据 2023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6.6万辆 其实6.6万辆不多 我们可以算下平均一辆车 我们算他20万对吧 6.6万辆是多少 你自己看一下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 100来个亿对吧 我估计还不到100个亿 平均20万的车到不到 应该是不到的 所以我说去年 我们跟美国汽车的出口的话 大概就是在几十个亿 所以影响大不大 我觉得不是很大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今年以来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到全球市场 全球市场增加了20%几 20%几是什么 有一些地区是增加了24% 有些地区增加了28% 反正全球增速 都在20%以上 平均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 我们的电车 销量在大幅增加 那么 现在荒的不是我们中国市场了 荒的是其他的 比如说 漂亮国的 比如说欧洲的 比如说日本的 对不对 现在第一个荒的是漂亮国 美国 那么美国在此时此刻拿起了一个大棒 什么大棒 关税 把我们电车关税加到百分之百 这个看似 看似加了百分之百 我告诉你 影响成长大 为什么 你看 就比如说我们出口汽车 20万一台 到他那里加百分之百来 这个关税就变成40万了 对不对 40万 其实你想想不便宜 对不对 相比起特斯拉 你觉得贵吗 所以我们的优势一下就没了 因为我们的电车相比起特斯拉 相比起其他车企 新轮车优势在什么价格便宜 对不对 一旦他把这关税提高百分之百 我们的这价格优势就丢掉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明显是一个贸易保护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汽车保护的一个处司 但是你想想 美国他进去的一个这样的处司 他就是怕我们的电车太便宜了 你看又便宜又好用 快速的抢到他国内市场 所以他给我们限制了一个说 堡垒 那同样的 我们的工信部在前段时间也发布了一个消息 什么意思 关于汽车排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燃油车的汽车排量 如果你的燃油车汽车排量不达标 OK 那么不达标的话 你要不就退出中国市场 要不就什么交费 那么这个费用的话就很高 其实说本来也是变相的 什么提高了他的 关税的一个状态 这也正是中美资金 新一轮汽车大战的一个开始 从目前来看 不管是美国也好 美国也好 还是中国也好 我们双方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什么汽车也就几万台 那么美国现在在我们中国市场的汽车产量也是相对的比较少的 但是你要知道 中美两个大国直接打起来以后 最受伤的是谁 最受伤的是老三 老四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最受伤的是老三老四 现在 你会 你没有发现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消息爆出了 合资车 就是在我们国内 比如说广汽的 上汽的 还有比如说这日本本田的丰田在我们国内合资建厂的这一车 那么这些车的日子就不得好过了 合资车或将退出中国市场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年前我们市场走的几乎都是什么德国德系的 欧洲的 包括什么日本车系的 这些都是合资车 就是他们在我们的建厂 对不对 动不动就是什么 动不动就是十几二十万的 但是我告诉他成本是非常低的 剩几十万的 他对不对 他成本其实是比较低的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做他的一个什么品牌价值 所以他是在我们国内主张的 在国内生产的 就是说白就是贴着他的牌 所以他做了几种品牌价值 在我们国内是做了跑马波马 但是随着我国新农生的崛起 最受伤的应该是他们 大方那边就是这段时间 比如说丰田本田一些工厂 要大量的减员财员 对不对 那么很多的 很多的工厂开始什么 把这个人给裁掉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磅 什么重磅 因为我们的车崛起来 他们的车销量在下火了 还记得吗 前段时间的奔驰宝马价格战 宝马一度降了什么降了十几万 所以你会发现他降了价以后 这个销量还是起不了 说明我们的市场开始 找被国产汽车给替代了 好 这是一个重磅 所以最受伤的我觉得不是美国市场的汽车 也不是我们中国市场的汽车 最受伤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核汁车 核汁车 还有就是 日本的这些车企 你想想 美国把我们的 是吧 把我们的电车关税提高了 我们把核汁车把燃油车的 排放量提高了 如果你达不到的标的话 你就说什么你就测出 或者说你加加钱 你想不管你是测出还是加钱 势必会影响销量 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中国 车企的一个机会 那么可以快速的什么 抢回自己国内的市场 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在前一跟大家讲过 中美两个国家之间战争 汽车战 影响最大的 反而不是两国本身偶事 老三老四这些东西 这些地方 那同样的对我们国家的新轮车 市场来说 那就是一个重磅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们回到新轮车 我前几个大家讲过 我们新轮车 你看是什么 这个走势看起来不太美丽 对不对 你看K线一路震荡走低 如果你当初看K线的话 你会觉得哎呀 这个新轮车表现不太好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垃圾 但事实证明我们的新轮车 这里的调整 其实就是给了大家一些机会 给大家一个什么 一个可以博弈 可以跟踪的机会 现在新轮车的话 它就属于一个轮动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记住轮动 不要追高 但是有一些票调整比较充分的 在底部出现异动的 短期爆发力比较强的这些票 那就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特别要重视的一个点 我们要做一个跟踪 做一个博弈就好 朋友们要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变化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 再去什么再去被洗下出的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就是找这种类型的票 去做个跟踪就好 当然 我觉得整个的市场 不仅仅是新轮车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相关行业 配套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中国新轮车市场的核心是谁 我相信大家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整车 汽车整车这个行业的话 指数的话 近期所谓一个什么 所谓一个震荡的底部区间 整体来说 它位置相对说偏低的 但我告诉大家 这个方向就一定要注意 这个方向一定要重视 随着中美汽车大战的开始 汽车整车相关行业 我觉得崛起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那么有人问了 汽车整车的核心在哪里 要说新轮车的核心龙头 首先大家想到是谁 比亚迪对不对 那么比亚迪的话 是属于是吧 是属于国内新轮车行业的龙头 还有一个称号叫比王 什么意思价格占的 是吧 是他掀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走势 他确实是很强的 走出了一个什么 做出了一个多头进攻的状态 这个票我在连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当时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跟他重点讲过 我说比亚迪的话 大家短期一次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这个车的话 后面的空间潜力打开了 大家看现在他走势是不是非常强劲 非常之好 综合来看比亚迪的走势 就是对整个行业形成了一个标杆 如果说他继续上涨 继续上 上工的话 创新高的话 会怎么样 会带动整个行业 处于一个什么 处于一个上升阶段 好 除了比亚迪之外 还有一些 一些汽车厂商 这段时间 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车表现是吧 相对说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他会出现一些异动 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的汽车厂商 尤其是近期出现异动的一些票 挑的比较充分的票 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和留意的 尤其是有什么有无人驾驶 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话 大家要注意前段时间 国内有个北度 投出了一个罗布快宝 要特斯拉说在2025年 一季度对不对 要在中国市场推出什么 推出无人驾驶汽车 从某些方面来说 我们相关一些 转入围的品牌 入围的品种 至少就会成为重点 对了 除了这些 又回到我刚才问题 无人驾驶对不对 无人驾驶这个东西 一定要注意短期调整震荡 其实调整震荡 就是一个好的时机 一个好的机会 我给大家说一个事 无人驾驶板块 他寄这个东西 看似他这个就没有什么 表现一般 感觉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没有核心技术 其实核心技术 都主主要掌握在谁手上 华为 我告诉大家 华为的无人驾驶技术 现在应该说是全球最牛的 全球最好的 他比特斯拉还要拟心一个档位 那很多人不理解 那华为 为什么能造出这么 流的自驾 对不对 其实说白了 他是什么 是科技的进步 科技的投入 那么华为 你看 他不造车 他可以帮助我们国内的车企造车 这就是一个重磅 他把中国很多的一些车企 这个 联合起来 或者说给他们改善 让他们更智能化 以后大家都知道 智能化以后 就会转面向全球 面向市场 你想想 我们的市场的汽车竞争力是不是很强 所以有华为技术的加持 那么在国际上都会有什么 有比较好的一个什么竞争力 这就是重点 所以我们的相关品种 无人驾驶板块 是不是也注意 是不是也重视 好 那除了温降驶板块之外 还有什么 前段时间我给大家讲过的 网约车 刚才讲了网约车在 是吧 在前段时间有罗伯快跑 那这段时间罗伯快跑突然消失 当然可能有一些技术 没成熟 现在在加紧的这个什么公关 还有就是刚才说 特斯拉在2025年上半年 要在中国推出无人驾驶汽车的 这个网约车 对不对 那么网约车的话 后面肯定也是存在机会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借这一波调整 借这一波杀跌 让我们做个潜伏 做个低息 等待它的爆发就好了 所以大家不必要慌 不必要怕 不要看了美国制裁我们的电动车了 我们就慌了 其实我觉得电动车的制裁 反而给的是一个机会 是中国电车加速推进机会 先吃掉国内的合资车市场 再面向全球 以后攻占全球 大家觉得这一天 会来吗 当然